請江啟程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邀請部長 請王部長 部長好 發現金過好年,知不支持 你搖頭,怎麼會搖頭呢 真的很苦,部長我不會騙你 因為景氣寒冬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作為經濟部長你應該很清楚 昨天國發會也發布了 景氣的對策信號是來到藍燈 這是低迷的 那藍燈,你知道藍燈代表什麼嗎 當然就是景氣在往下滑的這個方向 我們如果照過去來的預測 這個或者這個信號的對策來講 9到16分,這是屬於低迷 那昨天國發會所發布的我們是幾分 12還是14,抱歉我沒有注意看 部長你這個不能不知道喔 如果這樣你不能說那是國發會的跟你經濟部沒有關 國發會就是照整個經濟景氣的這個狀況 11月的部分是12分啦 這個是已經是自 2009年金融海嘯以來喔 大概沒有再出現過這樣子的分數了 12分 2009到現在喔 超過了12年的時間了 甚至13年 沒有這麼低過了啦 那會不會更低 因為如果照對策信號的這個評估啊 來看的話 判斷來看的話 9分是低迷裡面的最低分啊 你認為已經探底了嗎 這是11月份 11月份是12分 那下個月1月會來看12月份的 你認為12月份有比11月更好嗎 這個部分齁 就是剛才我們也講 現在的國際的局勢也是金融海嘯之後 也沒有見過的情形 那另外一個就是中國的這個因素也會影響很大 那所以這一個部分在未來的情形我想 短期之內在低檔恐怕是免不了的 那只是說他什麼時候跳上來的這個部分 什麼時候跳上來的這個部分 你們有做好預測嗎 我們的產業的普遍的回應就是說 第一季看起來都不會太好 那有的是第二季 所以 現在 你講的是明年第一季 現在是12月份嘛 所以明年1月會來看12月份的 所以換句話講 12月份的這個景氣對策信號的分數 有可能比12分 12分更低啊 搞不好11分10分 都有可能 那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景氣低迷的寒冬啊 大家日子真的不好過 更何況你也提到說 明年第一季 是不是就已經落底了 不知道耶 因為幾乎所有的專家都預測啊 明年上半年 是更嚴峻的挑戰啦 這個專家 很多專家 包括我們的景氣預測單位 都基本上 預測明年上半年不會好 而且 恐怕是會比現在更嚴峻 所以在這麼嚴峻的狀況底下 照理講經濟不也好 整個政府一樣 你應該是要去超前部署一些事情啦 那超人部署的工具當然很多 你怎麼樣去避免讓我們這些 在接單上面 遇照頂氣的廠商 他能夠渡過寒冬 我們的勞工 能夠渡過寒冬 我們靠這些廠商 尤其外銷訂單 在過火的這些人民 他怎麼樣渡過寒冬嘛 所以我們才會講說 發現金過好年 因為既然超收了 過去這幾年來我們超收上兆的 這個稅 這個稅 稅制有沒有問題 有 要改 可是針對這些超收的經費 還有目前我們即將要面臨這個寒冬 能不能體恤一下大家 更何況 大家也預測 明年的失業率 有可能超過四 所以 部長你們這不得不準備 所以委員前面講得非常好 前面講得非常好 就是說對未來的這個出口的狀況 員工的就業部分 這個是大的議題 那這個經濟部 確實我們最近也都在 準備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機制 計畫等等來應對 但是這個部分跟 要不要在現在去發 現金的應該是兩個不同的議題 你們覺得什麼時候發比較恰當 這個是兩個不同的議題 還是不要發 那對我經濟部來講 我經濟部是 因為經濟部我當然 經濟部財政部 國發會 所有負責整個國家經濟相關的這些部會 都有責任 那經濟部當然你可以說 廠商是你照顧的對象 勞工也是你照顧的對象 對不對 那財政當然是國家財政稅收的分配 可是從經濟景氣的維持 或者是怎麼樣能夠讓它趕快觸敵反彈 這個是經濟部的責任 所以你當然需要一些財政工具的配合 在這個財政工具的配合上面 你有沒有去要求過財政部說 你那個超收的稅金 拜託啦 現在哪一點來救我們的廠商 來讓我們的勞工好過日子 發現金當然是其中的一個方式 那我只是問部長說 這樣子的政策工具 你知不支持嗎 部長是不是整體恢復 因為你如果支持 部長我這樣講 如果你支持 你也覺得這樣做 可以讓我們的景氣 可以不要那麼的低迷 或者在低迷的同時 能夠感覺上 有一個寒冬送暖的作用的話 那你應該要跟院長爭取 你應該要去跟院長爭取 因為從經濟面的角度 你也覺得應該要這麼做 部長 站在人民這邊啦 站在人民這邊才是對的啦 所以我希望部長你勇敢去爭取啦 不過委員講的 我覺得這個前後對不起啦 因為委員講的是我們出口 我們出口不好的話 要解決這些的問題 跟勞工就業的問題 那這個不是叫做發現金的問題 部長 這兩件事情好不好 請回例來整理思考好不好 在內部會議上面再請討論好不好 謝謝 你講說 我是覺得很納悶 你要怎麼樣幹這個經濟部長 如果這個對不起的話 那可見你對整個經濟 上下游的產業 還有生產消費之間的關係 你搞不清楚 還有就是說 整個經濟的景氣當中 其實消費是很重要的一塊 你知道嗎 不是只有生產製造 沒有消費是不會有生產製造 現在如果不外的消費這麼低迷 國內的消費要不要刺激 對不對 人民的肚子要不要顧 如果人民的肚子沒辦法顧 廠商收不到單 你的景氣是沒辦法好起來的 你的經濟也好不起來 請部長回去整理思考 所以這兩個不會搭不起來 這個兩個是百分之百相關的 來部長 11月12月其實都很 我真的覺得你們真的是 政府實在是離人民太遠 不知道人民現在是在過什麼日子 好 謝謝江維 謝謝部長 謝謝